贴吧看到的一个老铁 说他的张角暴击伤害和普通伤害一样 楼里也有一个老铁贴出了他遇到的张角 也出现了暴击伤害不如不暴击的现象 先看第一个吧 四红的张角 根据我们之前的普通攻击伤害攻势 在满级满边无红点的情况下 伤害为1加100加1.436 武力统帅加376 那么在法师对战中 这个攻势就会变成 1加100加1.436 攻击方智力 防守方智力加376 而暴击的伤害只对上面这部分造成影响 而我也通过攻势得出了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在张角智力比将为智力低261以上时 暴击伤害与普通伤害一样 因为攻势的这部分为0 你可以很轻松地算出 负261乘以1.436约等于376 至于为什么暴击伤害比不暴击更低 因为伤害有9个随机结果 楼主在后面也说智力少了270 我觉得增伤减伤这些反而比较次要 也没有破防这个说法 比如张角比将为智力少240点 他不暴击就比现在多30点伤害 暴击就会多60点伤害 这一点点提升达不到破防的效果 不暴击就会有9000人的